2015年1月2號 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重建樂國護理之家 來訪問到院長譚雪莉譚女士 那跟我們來談一下您為什麼會想到 原來是一個護理人員 怎麼會想到要轉換跑道 變成一個機構的院長 而且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個中風的機構 是我們機構做的跟目前長照系統不太一樣的 就是把慢性病控制跟運動把它帶進來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我們希望在這個機構裡面 提高他們的自我生活能力 然後接著是回家 這是我們跟市場長照主要不一樣的地方 那提到說為什麼會做這個 因為進入長照到目前為止20多年 我最早做的時候是第一個籌備機構是在高雄市 市民國80年就開始籌備 那我在做長照機構的那幾年的時間裡面 我發現了其實我們照顧的對象 它其實是可以進步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去把它做提升 那這個當中之前我在高雄市經營兩家護理之家 我也曾經向政府衛生署申請到費用 去如何幫助他們提高他們的自我生活的照顧能力 可是後來我交出來的成績並不理想 所以為了這個我重新去學習 那當然講到剛剛因為問到我為什麼會從一個單純的護理人員 轉到進入到長照系統 這是很多機緣啦 我覺得這也是上天的安排 那在這裡我找到了自己覺得最值得付出的 最值得讓我生命投入的一個領域 所以我其實我到目前為止還留在急性醫療系統工作 從來沒有離開 可是目前我也同時在長照工作 我在兩個單位工作 那後來會去到上海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看到太多的對象他需要幫助 我看我在那七年在高雄市經營兩家的這個七年的過程裡面 我都是因為我一開始投入長照 我都是做經營者 所以在這個過程呢 我看到了一般工作角色可能可能看不到的內容 就是我如何去讓他們更開心 我如何讓他們可以得到快樂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 當然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可是如果他的身體更健康 如果他自我的能力更提升 那我覺得這個快樂才是踏實的 所以我想做這些事 那也為了想要做要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我後來就去上海學習 那去上海 因為我媽媽本身是江蘇人 她小時候在上海居住 到八歲才離開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上海有親戚 好先去那自己的親戚是在上海行醫 是燒燙商科的醫師 那我就藉由他的這個機緣 然後就參觀了那個 那個上海交大醫學院 好那也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經歷 然後去申請 然後就去讀書了 去上海是因為 如果今天我想要有一天的專業 我必須透過學習 如果我要透過學習 在台灣是有困難的 我當時去上海的時候已經41歲了 所以我要怎麼樣有那個環境 讓我在這個我想做的這個 這件事情上面得到一個專業的養分 我必須要找到一個能接受我的地方 所以那是當時去上海的這個原因 可是我在2010 2011年 整個 整個 上海的這個行程結束了以後 我發現其實因為兩岸的 有些局勢已經改變 上海已經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所以他很多東西其實不見得比國外差 也不見得比台灣差 可是有很多可能也是人文跟態度的部分 就是說在醫療服務者裡面 他其實有很多態度的問題 不是只有技術的問題 他也有很多態度的問題 或服務的這個穩定扎實性 那因為上海他的人力比較便宜 上海因為他人力比較便宜 就是他的人力成本 專業的人力成本比較低 所以呢 他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去照顧中風的這一群人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在裡面看到了 用設備以外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說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復健科 在結束之後他們要回到家裡面 其實他是需要被人教導的 那這些教導的內容呢 我覺得我在上海那邊看過了之後 我會覺得說怎麼樣從日常生活 從一些簡單的設備裡面去教他們運動 然後可以達到說他從復健科離開之後 還可以延續 是從上海的這個投注的大量人力裡面去看到的 那這個東西呢 目前要再把它擺進復健科 是有困難的 因為復健有復健的專業 復健在整個健保制度下的這個復健有復健的專業 復健的這個設施跟他的一些要求 那人力的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簡易運動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擺到家裡面去做 所以我就覺得說如果說我對中風後的個案 還想要更多的幫助就是很希望延續他們的運動 然後提升他們的健康 然後讓他們重新回到他們可愛的家 這是我目前在台灣現在在從前任何想要做的工作 請問一下那個成立基金呢 成立這個機構一定有很多花費 您是什麼樣籌措 其實長照機構並不是一個輕鬆的工作 要做長照工作 要做長照機構並不是一個輕鬆容易的事 那因為做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所以呢 基本上目前支持我做這件事 全部都是親人跟朋友 那我想這我們裡面沒有沒有財團 或者說任何公司的民意來支援的 都是都是認識的朋友跟同學 還有家人 所以其實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所以你是抽塊 都是自己 對當然要用股東的方式 就算是家人或者說是親友 也應該是很清楚的去交代那個資金流向跟應用 那你的人員跟一般機構不同 那你培訓有什麼樣的 那因為我們要走的方向不一樣 可是事實上我們也不是醫療單位 我們強調的是一個檢疫運動 所以我們現場呢 我們有專職的這個治療師 我們有專職的治療師 那配合專職的治療師 護理師 那我們也有其他的專業來參與之後 然後對我們整個團隊的那個服務內容是 幾乎每個禮拜都在調整 那因為這個領域是新的 其實我們也請不到有經驗的人 包括物理治療師啊 或者說職能治療師 對這塊領域如何用簡單的東西 就達到一個運動的效果 運動後的能力提升的效果 然後讓他在家裡面還可以輕鬆的去延續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新的 一個新的 那所以我們是整個的服務團隊 其實是大家一起共同去創造的 那可能不是某一個專業他能夠勝任 我們大家一起激勵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為我們照顧的個案去建立一些經驗啊 只能這麼說 那成醫的時候有什麼困難 從法規面就有蠻多的關卡 然後法規以外我們要落實 所以就有施工 施工我們我自己本身是醫護背景 所以對於不管是水電啊工程啊裝修啊 這些東西都很外行 我覺得在這個領域裡面 如果我們想要把事情做好 我們其實很難很難找到一個協助的單位啦 就是說我們可能要花了很多錢 也有可能要摔倒要疊交 然後才能夠學到教訓 就像我的裝修 我這一次其實就是碰到價值的問題 我的整個消防第一次就過關了 過關了以後我的合作廠商 他把我東西抱回家了 直接開架一百五十萬 所以我後來沒有辦法順利立案 重新再跑第二次消防重審 這整個過程其實在台北市政府跟消防隊那邊都有記錄 他們都知道我們就辦兩次 那這個這個都是一個比較大的環節 細節有很多啊 譬如說你這個線路怎麼牽才是最安全的 那我覺得我們都找了專業人員 可是目前我覺得這個沒有一個政府單位 他能夠對我們做一個更好的輔導 都要我們自己去問 然後設立之後 好就是行政程序啊政府規定啊 我們都都照做了還不一定做得到 因為像無障礙審的話 無障礙審也要審好幾次 好那我後來去了解他們都是這樣 因為那個標準很細 而且一百零二年又有新的法規 消防也是啊 好所以這些東西層層關卡 然後再過來就是到了營運面 好其實整個市場很缺人 好我們常常在換人 那還有我們在調整工作部房的時候 有蠻多的東西是必須要自己去搜集資料 我們沒有什麼諮詢單位 好就是大部分都是自己自己要把自己的這些 該做的事情都都去問清楚了 好那透過大家的專業共同來討論啊 因為我們主要是我們做的東西不一樣 好我們必須控制住我的個案的慢性病 好所以他在疾病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東西就可以牽扯 比如說飲食也是一個啊 好生活作息啊運動量啊 這很多東西都會有營運面的這個問題 好就是人力不穩定 然後我們的服務內容要隨時機動調整 而且我們希望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要加很多的專業進來 然後讓我們的個案不是持平 好在長照機構做持平都不容易 所以我們不是持平我們是要進步 因為他們每個家屬都懷著希望 要讓他們回到家 回到家重新生活 那包括有的個案是說要求要走路 有的個案說只要好照顧就好 那有的個案要爬樓梯 有的個案不會吃要變到會吃會吞 然後有的個案不理解因為私語症 不理解希望建立一個溝通的一個方式 所以每個個案進來他要求都不一樣 我們就要盡量的去依照他的疾病特性 或者說他的疾病的一些要求 然後去滿足家屬 然後讓他們可以回家好照顧 那他們不同的心戀有的非常的困難達到 那有的比較簡單 那這樣的話你的收費還是一樣嗎 我們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不是 因為目前我們現在每個月是收四萬二 就是一般護理之家的收費標準 我們沒有另外加其他的服務費 即使我們現在包括我們的護理處置 也都是收材料費沒有收技術費 就譬如說測血糖這些額外的東西 就是計算材料費而已 那我們的重點是因為我們有帶 然後我們做了很多 譬如說剛剛有提到的 我們的個案一天會刷四次亞 像這樣子的東西進來的話 其實他需要大量的人力 那因為我覺得這是機構成立 他要讓市場看得到 我們要首先要讓我們的消費者看到我們的服務 是有別於一般長照 所以我們需要時間 那我也很希望能夠藉由媒體啊 或者說藉由被服務過的這些民眾 我們進來的話我們都把它當作是學員 因為他們都是短期的 我們講的簡單一點 我們就是得了慢性病之後的補習班 我們來教他怎麼樣面對慢性病 怎麼樣在日常生活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怎麼樣透過簡單的運動 把自己的體能跟健康維持住 然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減少發病不管是哪種病 包括感冒 就是在日常生活上面 不要給家人增加負擔 然後回到家裡面該怎麼照顧 我們也教 所以我們也負責教他們請過來的外籍 有哪些技術面的問題 有哪些工作是做完以後 會對這個被照顧者 是健康是有提升效益的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負責教 請問一下你人員跟學員的比例是怎麼樣 目前我們工作團隊超過我收入住的個案 我現在目前是16個個案 然後我們工作團隊我祈禱是17個人 那你這樣怎麼能維持下去 所以我一定要滿床 滿床是多少 才維持 我總床數是22張床 那22跟16只差6床 對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處於虧損狀態 因為其實我們成本 比一般的廠照要高很多 因為我們用了大量的人力 而且我們用了比較好的場地 我們也用了比較大的空間 然後做了比較多的事情 就是在提升健康上面 你這個場地非常非常的棒 在私人制度的一半 沒有這麼好的場地 可以談一下你怎麼找到這樣的一個場地 嗯 就是找啊 我覺得都是機緣啦 這是政府的嗎 機緣 這不是這私人的 當然我們在找這個場地 包括陳出的過程 有很多很多的挫折或困難 可是我們也都一一克服了 然後能夠在這邊立案通過 然後能夠服務民眾 我常常在心裡面給自己鼓勵的時候都說 都已經讓我做了你還想怎樣 雖然我還沒有平衡 雖然我還在虧損當中 可是雖然現場有很多工作的壓力 或有很多困難 可是我常常就是跟自己講 這不就是要你 這不就是你想要做的東西嗎 都已經讓你做了不能埋怨了 只有就是全力以赴把它做好 我看到你說是一個良心的人 沒錯啊 我希望我能夠起到一個引導的 或者說起到一個讓別人參考的一個單位 不是所有的長照都不能改變 我覺得台灣的長照其實可以再做多一點的事 可是真的不容易 我相信已經成立的業者 他們也都做得很辛苦 因為我自己從二十幾年前就做了 我知道這裡面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很辛苦 可是我更希望 就是說同樣的辛苦 我們是不是還有別的路可以走 所以我是在希望能夠做一點調整 然後看看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那一般長照目前做的是以生活照顧為主 護理服務為福 那生活照顧可能占到整個機構的服務量 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那裡面要護理專業進去 那這些被照顧的住民他就會穩定 那我現在我這邊做的不一樣的就是說 我們是以生活照顧為基礎 然後運動為主要 是我們一個就是說 如何在有限他們有限 因為像我這裡面有三個九十歲 四個差不多四個九十歲的個案 就是在他有限的體能狀態之下 我還能夠帶著他去動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健康維持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把它當做每一天 哎 申請典禮之後 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們動 可是他們的基礎呢 就是慢性病 所以他的慢性病 我首先要跟家屬取得一個共識 我們怎麼樣來幫他們穩定 太高的血壓 波動的血糖 然後 免疫力太差 動不動就發燒 或說不好的腸胃道 我們怎麼樣來在日常生活呢 還是飲食呢 還是去跟醫師討論 怎麼樣來幫助他們 把血壓、血糖 然後一些會影響包括睡眠 一些會影響到他們健康的因素 盡可能排除 那因為我覺得 我這樣子的單位 是因為我曾經去學習過 所以有些東西可能會比較 能夠跟家屬之間的互動 可以在專業上面比較深入 我覺得可能是有這個機會 我認為是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們收了25個個案 其實每個個案或多或少 都在我們這邊得到一些幫助 然後轉出返家 那我覺得這些點點滴滴呢 他都是我們曾經走過的路 給我很多肯定 尤其是家屬 家屬給我們肯定是很多的 因為有蠻多家屬都是經過比較 或者說他們已經去尋找過 找不到他們要在那邊停留的單位 目前會來到我這邊的幾乎都是要回家的 沒有一個要常住的 你說你這個合約 租約只有十年已經過了兩年 只剩下八年 對 那這個因為很多這種營利團體 就是因為租約下一個租約 你有沒有考慮到這個 當然當然 從簽約的第一天就在考慮 所以這個其實期限 時間都是有壓迫的 我必須在一定的期限裡面 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出來 然後如果 如果我們對社會是有幫助的 我想我們應該還有更大的空間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我們如何把這個 目前現在在這邊的場地 先把我們的成績 先把我們該做的事情 把我們的能量正常的發揮 然後讓社會大眾知道說有我們這樣子一個地方 能夠對有需要的民眾去做服務 那我覺得後續呢 合約當然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把事情做好之後 其實我們的影響力就在了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機緣 我覺得就是只能做的再說 想太多也沒辦法 那這個非常聽你這堂話 我實在是非常的感動 非常希望你這個可以非常帶領台灣的這個養護之家 可以讓所有因為送風實在是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希望你能成為我們的標杆 成為我們台灣的標杆 非常謝謝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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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要澄清一件事 我們可能沒有資格做帶領 不過我們很希望把自己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但是你是先鋒 先鋒的意思就是帶領 謝謝 你說你沒有資格但是你已經在做了 非常的感佩 非常的感佩 謝謝你接受我的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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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